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提起宋朝啊 我们就不能不提起宋词 而一提起宋词呢 我们就不能不提起宴书 而一提起宴书呢 我们又不能不提起 他这首快智人口的别恋话 这首迭恋花是这么写的 见局愁烟蓝气露 罗目清寒 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安离恨苦 邪光道小 穿诸户 昨夜西风凋臂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玉记彩尖尖尺素 山长水阔 知何处 清代的大作家王国为 曾经把这首词中的 昨夜西风凋臂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形容为人生的第一境界 第二境界是哪句词呢 就是那首刘勇的 一带见宽终不悔 未宜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就是新奇迹的那首 众里寻他千百步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人生的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呢 可以解释为立志 确定目标 第二阶段呢 就是努力 奋斗 第三阶段呢 就是老来回顾 得也 失也 就进入到一种禅的境界 当然了 这个三个境界不单单能够形容人生 也可以形容不同的领域 甚至也可以形容人的感情经历 都可以使用 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 王国为说呀 能写出这几句词的人一定是大词人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说燕书这个大词人 燕书啊 他五岁的时候 他还不会跑 也不会说话 大家都很担心他 有一天呢 他的父亲呢 带着他去海边 他看见那个飞鸟落在沙滩上的爪印 他突然从他父亲的怀抱中啊 挣脱下来 然后跑向那个爪印 然后对他父亲说 爹地 你看 这个是字 当时周围的人 包括他父亲都认为 这个是个神童 他们为什么认为这样就是神童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事后确实印证了他们的眼光独特 七岁的时候 验书已经能写的一首漂亮的诗文 然后他就被当时的江南巡案 那位叫张之白的官员发现了 张之白呢 后来在仁宗时期呢 曾经官至宰相 距离也提到过这个宰相 后来他在仁宗时期就病死在家里了 当时这个张之白呢 就举药严肃去参加电视 因为当时呢 北宋有一个特出的一个选才的一个途径 就是类似于少年班和神童 这么一个选拔机制 验书呢 在他14岁的时候就去参加了电视 什么叫电视呢 这呢 我就又要稍微的跑一点题了 大家也知道 跑题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永恒的主题 我努力的不跑 但是每次都跑 说电视呢 这是从宋朝开始的 确切的说是从宋朝太祖赵匡印就开始的 这是因为呢 以前呢 没有电视 以前就到省市 省市就所谓的尚书省 它不是哪个什么河北省河南省 它只是尚书省 尚书省下面的礼部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考试 叫省市 以前考到这儿就算结果了 就出名次了 然后有一次呢 这个赵匡印发现啊 这选出的人呢 不尽如人意 他怀疑这个制度有问题 所以他要亲自的去选拔 于是呢 就创立了电视 电视呢 实际上是把省市已经选拔出来的那些优秀人才 让皇帝去看一看 排排座次 基本就这样 这个北宋时期啊 整个的科举制度啊 大概是分成三个级别 第一是戒市 第二是省市 第三是电视 戒市考的第一名就叫戒园 然后如果不是第一名 但是你通过这个考试就叫共生 或者叫举子 然后就到了省市 省市就刚才我说的上书省礼部办的一个全国性的考试 如果你通过了这个考试 你就是进市了 你在这个考试拿到第一名叫会员 又叫省员 然后就到了电视 电视呢 就是刚才说的皇帝亲自去选拔 给大家排排座次 电视的第一名叫状元 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 这三个人都属于一甲 一甲状元榜眼探花次进市集地 而且状元会被授予从六品的关线 然后榜眼探花分别会被授予正七品的关线 以下呢 二甲有几十个人 也是次进市出身 不叫次进市集地 他们叫次进市出身 然后三甲有若干人 可能有几百人 各朝代不一样 三甲呢 就要次同进市出身 这位艳书当时就是被次同进市出身 虽然说只是三甲 但是他只有十四岁 大家想想 大家看过以前的那个是小说吧 叫范进中举 你想想范进这么大的岁数 中国举人都给乐疯了 你想想他那时候已经是同进市出身了 而同时期哈 那位后来的婉约派大词人刘勇 就是写那个寒缠妻妾对长庭婉 咒语出席都门 障隐无序 方流恋处 兰州催发的那位刘勇 那时候还没敢参加考试 你想想这个艳书当时已经有多厉害 艳书呢 参加考试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 在他第二场考试的时候 考题发起来以后 艳书马上就说了一句 说说皇上当时电视吗 说皇上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个考题 这个考题我以前考过 这皇上就觉得这小孩 不光是才学好 而且非常诚实 于是皇帝呢 又给他换了一份考题 一考以后 他也是一蹴而就 皇上越发欣赏他 就派那些官员们要好好的关注他 要着力培养他 考完试以后 因为二甲跟三甲 很有可能是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官职的 你虽然有这个进士的身份 但是你可能没有实职 但是皇帝呢 就特别给这个艳书呢 给了一个实职 就是一个相当于国家办公厅的一个秘书 这么一个职位 也已经很不错了 从此以后 艳书就开始走上了幻图 总的来说啊 艳书的幻图还是一路走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他颇有才名 而且呢 又又通达人情 几个皇帝 不管是宋真宗 宋仁宗 都对他非常气动 他曾经是宋仁宗的太子舍人 就是给宋仁宗半读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年龄也很小嘛 宋仁宗年龄也小 他比宋仁宗大几岁 当时给宋仁宗半族呢 还有一个神童 比他还神的神童 叫蔡 姓蔡的 具体名字记不清了 这个小孩比艳书还有名 因为他出道年龄更小 但是呢 后来艳书的官职呢 越做越大 官至宰相 一路横通 但那位呢 当年的神童呢 却最后只做了一个管理农业的一个小官 后来有一次呢 他问这个宋仁宗 就这个这个姓蔡的这个 问宋仁宗说 为什么我跟艳书都是神童出身 为什么最后境遇会如此不同呢 所以宋仁宗就说 你还记得吗 小的时候我经常跟你在一起胡闹 你也经常的迁就我 袒护我 而艳书呢 比我们大几岁 但是他一直很坚持的 很坚定的督促我学习 从来没有因为我是皇帝的身份 而纵容我 我觉得他的德行更好 所以我愿意对他赋予重任 这不是一个小插曲 就说明艳书的德行都是得到了 宋仁宗也好 宋仁宗也好的器重的 宋仁宗死了以后呢 丁卫呢 曾经想过赌长朝纲 就不想去见太后 见那个小皇帝 他说找他找了一个借口 就是说见太后嘛 女人不太方便 于是呢 艳书呢 就出了一主意叫垂帘 垂帘听政 这是艳书出的主意 也是能够让当时的刘娥太后和年幼的宋仁宗能够正常听政的一个条件 艳书呢在这官录中啊也曾经被贬过几次 第一次呢 是跟刘娥刘太后有关 刘娥刘太后呢 曾经想提拔一位叫张琦的官员担任书密使 书密使是什么官呢 书密使相当于北宋时期的最高军事首脑 相当于现在的军委主席或者是美国的参谋展联席会议主席 就这么一个重要的职位啊 艳书觉得张琦这个人德才不配 德不配位 你干不了这活儿 但是张琦呢 却是刘娥刘太后的恩人 大家记得刘娥那时候跟宋真宗还在可以说谈恋爱的时候吧 当时受到了那个宋太宗的反对 所以呢 宋真宗赵鹏呢 只好只好把刘娥呢 放到一个一个属下的一个宅子里头 让他在那里头呢 哎就呆了15年 嗯 这个属下的名字就是张琦 也就是现在这个刘娥要感恩戴德 要提拔的这个人啊 嗯 因为艳书的反对呢 刘娥呢 就对艳书呢 也很有意见 后来呢 刘娥呢 就抓住一次那个机会 就是艳书那个失手打落了他 他随从的一颗门牙 哎 这样都就有御史台弹劾他 哎 刘娥呢 就抓住机会 就把这个艳书呢 就贬到了安徽伯州 那贬的并不远 是吧 因为在北宋的时候啊 那时候对官员的最大的惩罚就是贬 你罪行业重呢 就贬的就最远 哎 有的就贬到海南 像丁卫就贬到海南去了 你要是比丁卫罪在罪在大 那就只要给他办签证了 到伯州呢 那真是不算远啊 而且还是还是继续当官 五年以后呢 这个艳书又回到了朝廷的中枢 嗯 那时候呢 正好跟西夏作战啊 宋军呢 是节节败退 这时候呢 艳书呢 就出了四个建议 第一个呢 是是取消的取消监军啊 大家知道 以前北宋军队作战呢 皇帝都会派一个监军到军中呢 哎 来直说画脚啊 当年那个杨基叶就是被这个监军王贤所害 最后丢了性命 嗯 所以这是一个北宋军队的一个一个非常不好 一个制度 艳书呢 就建议废掉这个制度 嗯 当时的人宗皇帝也采纳了 同时呢 艳书还建议呢 要大力的培训一些弓箭手作为后备 而且呢 又变卖弓类的一些财产作为军备 然后呢 总之做了很多 哎 后勤方面的准备 哎 北宋的军队的军力呢 马上就提振起来了 最后打败了西夏军队 嗯 这样的话 艳书也立了功 于是呢 给他提拔到了疏密室 哎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最高军事首领 同时也是宰相的职位了 这是艳书在官场中的最高峰了 啊 在之后呢 他又被贬出了 这次是因为什么呢 这次是因为这个当时刘太后那个穿天子滚冕祭奠太庙的事情 哎 艳书不同意 当时就给这个当场就给这个刘太后啊 念周礼 啊 刘太后呢 对他也是记恨于心 就把他给贬了 哎 给他贬到哪呢 贬到了应天府 哎 他的应天府呢 到如鱼得水 他办 开始办那个应天府的书院 因为他是应天府的地方官嘛 他就办了应天府的书院 招了一些贤能的人 有才学的人 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 到这里来任教 其中呢 就有范忠烟 啊 应天府书院被他办成了和当时的岳路书院啊 还有另外两家书院 比美的 号称北宋四大书院 而除了除此以外 他还大力的办学啊 后世的后面的欧阳修曾经评他评价说他说 兴学是从宫史 就是从他开始的 以前在之前赵光一年代的时候 那个和宋真宗后期的时候已经是学业荒废了 从这从艳书开始又开始广泛兴学 呃不久呢 他又被召回了宫中 哎 又回到了领导核心 但是呢 没过多久 他又被贬出了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呢 这次是因为以前的事情啊 是因为当时李晨飞死的时候 大家知道就是仁宗的生母 李晨飞死的时候呢 大家公推燕书呢 写一份木志明 当时刘太后还活着呢 还在还在位呢 燕书呢 就很难写 他怎么写 他说李晨飞生了俩孩子 一个儿子是仁宗 一个是女儿 没法说呀 因为这还是秘密呢 所以最后呢 他只好写成了 李晨飞只遇一女 等后世的时候 等刘太后死了以后 有人就把这个木志明翻出来 弹劾他 说你呀 欺瞒圣上 你怎么说他李晨飞只遇一女呢 那你把咱们当今圣上放在何处了 难道你认为当今圣上就是石头壳子里蹦出来的吗 当时他认出也是百口难辩 人宗也觉得 得 你呀 你就到外面凉快凉快对吧 于是又把他扁出了 但是呢 虽然说扁出了 但是他的官级还是很高 以上述的身份去下面指导工作 就是这个身份 这次的时间比较长 等他再一次回到京中的时候 回到权力中枢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64岁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仁宗呢 对他也不薄 就把他安排了一个闲职 就让他在皇宫里啊 讲讲京时子急什么的 就让他安度晚年 就这样 晏书走完了自己这个官路的这么一生 就走下来了 应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虽然被贬过几次 但都属于高位震荡 没有真正的被震荡出局 提起宴书啊 我们还会想起他的另一首小令 很有名 我一说 大家肯定就会想起来 那首小令呢 叫《换西沙》 是这样写的 一曲心词久亦悲 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夕下几十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缘相敬 独徘徊 哎 这首小令 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 另外还有一首是后几句叫 无情不次多情苦 一寸还成千万缕 天涯地角有穷时 只有相思无尽处 这首词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是大部分都在宅在家里头啊 我觉得有时候宅在家里的时候 看看宋词 我相信喜欢我的节目的人对古诗词也很有兴趣 因为这些都是一脉的嘛 大家可以在家看看宋词 体会体会他的意境 更深入的读一些 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小小建议 咱们接着说燕书 燕书呢 虽然是一直是身居高位 但是他对后学也一直是非常的提写 他的门中有欧阳修 范中焉 经过他提写的有韩琪 傅毕等等这些人 都是一些星光闪烁的名字 像韩琪呢 做过后面的三朝的宰相 傅毕呢 最后也做了宰相 而且傅毕呢 是燕书的女婿 可以说是举钱不必亲吧 燕书呢 最后呢 就死在了京中开封 当时的宋仁宗呢 赠给他一个嗜号 大家记住了 这个字念嗜 不念义 以前有人经常读成义 赠他的一个嗜号 叫元宪 所以后人呢 又管他叫燕元宪 燕书呢 还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燕己道 这是他算是中年得子吧 他47岁时候才有这个孩子 燕己道 也是非常有才华 也是在14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 这点是完全继承了他父亲优秀的基因 但可惜呀 他的命运不济 他因为燕书死了以后家道中落 他就环境就相差很远了 他虽然也当了一些低级别的官员 但是呢 一直没有能够像他父亲那样达到那样高的位置 其实燕己道也是有机会的 后来在徽宗的蔡经专权的时候呢 蔡经呢 曾经请他来给蔡经写两首赞美诗 因为当时他富有才名嘛 但是呢 燕己道呢 就拒绝了 写了两首跟蔡经毫无关系的诗 给了蔡经 蔡经看了很生气 就没有再打算提拔他了 所以呢 这也是因为燕己道 他的本人的本人的操守 他不愿意和蔡经这样的人同流合污 所以呢 就放弃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 燕己道呢 也是蔡月派词人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写了一些非常好的词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印象 有印象的就那几句 比如说 落花人独立 微语燕双飞 这是一句 还有另外一句叫 当年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这是出自同一首词 这几句话 大家我相信 一定记得 以上呢 就是关于燕书的生平 北宋年代呢 还有很多星光异异的名字 我可能不能一一的跟大家列数 也不能每一个都做一专辑来讲 但是我觉得燕书呢 是值得说一下的 因为大家对这名字呢 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以后呢 我们还会拣选出一些 比如范仲淹 欧阳修啊 这些人来 我们一一的评说一番 也是让大家对他们了解的更加的清楚 同时呢 因为北宋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就是北宋的文人 他们好多也都是朝廷的中流砥柱 都是身居高位 所以大家就不禁要要要考虑一下 为什么北宋那么多社会中最精英的人才能够集中在官场 是什么样的环境 让他们愿意在内官场里头发挥自己的才能 这一定是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官场环境 才会让那些社会精英人物进来 而且发挥他们的才能 同时北宋的文人跟历朝历代文人一个最大区别 就是文人的操守的坚守 这个当将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查出资料 我看看情况也可以跟大家讲讲这个北宋文人的操守 北宋文人是一套独特的风景线 好 今天的验书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想探讨的人或事情或事件 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会认真的考虑 再跟大家细细的聊 大家感兴趣的人或事 好的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再次感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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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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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